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来说到 韩版天堂M8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韩国这次又有直播的活动啦 惊喜直播在8月12号韩国时间晚上8点的时候进行 第二个是冰冻的龙之沙漏 跟之前的龙之沙漏活动是一样的 每天只要击败500只怪物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冰冻的雅丁英雄支援箱 里面必定开出一个龙之沙漏选择箱 还有一个闪亮的成长药水 经验值加10% 然后这一次龙之沙漏在高级的区域 多了一个混沌蚂蚁洞穴 第三个活动在新伺服器才会有的 叫做魔力产生的活动 在活动中获得的魔法方块 可以兑换对应的虚保物资 像龙之珍珠、战斗卷轴还有卡包 下面一个更新内容讲的是 韩国的活动远古沙漠事件的平衡调整 它大幅的削弱了BOSS的血量 然后下面这一个更新内容 就是一个比较大动作的系统更新的 新增了大量的装备收集品 这些装备收集品大多都是 浮石剑相关的收集 然后还新增了 红骑士装备的英雄级收集品 然后这一次新增的收集品数量非常多 应该会让许多玩家 有新的目标可以进行挑战 然后里面其中几个收集品 是原本有搭配底比伺服器的 它这些东西的收集品 因为新增了浮石剑 会把原本的能力给拆掉 然后商城组合包 雅丁商人的贸易品 里面可以获得大量的商城饰品 在这一次更新之后 也新增了新的商城饰品催化石 一次可以开出15个 以上就是韩版这一周的更新重点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